歡迎收看厭世甜點店 我是烘焙為新手 大白 我是教官多多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烘焙餅集的最後一道甜點 巧克力戚風蛋糕卷 至於這個蛋糕卷的規格是什麼 不重要了 因為我在想應該也沒有人在聽 教官也在睡覺 攝影師也想睡覺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脫皮 然後中間的那個卷起來的縫 不能超過0.5公分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 那我們現在直接加熱這個水 那它到微滾的狀態就好了 什麼叫微滾 八九十度 嗯 手來 好 我們等一下要溶解那個可可粉 可可粉部分我已經有先過篩處理了 八九十度的熱水 直接跟它和在一起 就是那個阿華田啊 話不多耶 它就等下 我就是不講話了 對 因為我已經是微星手了 是因為有人說我對台灣大坊 沒有 他只是說我不喜歡 他都超不喜歡 混勻沒有粉粒 然後 下什麼 沙拉油 對 沙拉黑油 沙拉黑油 混勻之後其實它後面是要下 低筋麵粉跟那個蘇打粉 這個部分我先不太早下 因為太早下蘇打粉就會起作用了 我們先來打蛋白 然後等到蛋白的狀態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再把它做一個混勻 另外這個是塔塔粉跟鹽 直接就先把它下去 砂糖的部分 我們分三次下糖 那現在已經起大泡了 我先把它切慢一點 然後分三次 這個低筋麵粉跟泡打粉 直接混在一起 然後我們這時候來過篩 有人建議就是說如果太早過篩 可能就是在烤場 如果水氣或什麼也是會零解 那所以我們操作的時候再來過篩 那你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最難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這個 真的是蛋糕捲 我還以為是奶油空心餅 沒有耶 我以為是天使蛋糕 那我問一下 你這個有先練習過嗎 有 昨天有練一下 但是昨天操作上 我覺得還沒有掌握到那個關鍵 所以等一下捲蛋糕捲的時候 我其實還是有點緊張 我好像自己折 欸那個白先生 現在是什麼世界冠軍麵包是不是 想感謝的人是誰啊 你也拉 我什麼 對 這幾位大哥吧 我現在要來拌這個粉 先稍微拉一下粉才不會亂噴 這個的話也不用太大力 因為就是怕麵粉出筋 其實重點只是讓它混勻就好了 那我們就是把它打發一點 然後捲的時候也比較好操作這樣 好 現在看不到粉粒了 那我們把蛋黃拌進來 先把蛋黃拌一拌也可以 再下進來也可以啦 那感覺OK了之後就看一下蛋白 對不對 嗯 我覺得還不用了 因為這個 依我做那麼多天使蛋糕的經驗 這個還滿水的 好 不然看一下好了 讓它看一下 不要說我那樣信口詞黃 你要比成語就對了啦 還那麼滑 哇 如果你八九分八就沒有什麼流動性了 沒想到我等一下要怎麼用成語 這樣一樣四個字的 我想到了 幾位大哥吃到一定贊不絕口 那現在狀態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們現在切成慢速 讓它再會打個20秒 讓它的結構再穩定一點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它現在就是比較挺 不疾不虛 我還在想 把它撈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過來蛋黃拌這一鍋 你要切半翻半都可以啦 因為我們的鍋比較小 所以我們把它倒來這個大鍋 就心血小偷 啊不 你可以一水留意它啦 我覺得你感覺很放鬆耶 我哪有 你要把我滑勻就出來了 對 你看 你要確保有到底 然後把那個翻過來 啊這個最重要就是要混勻 啊我昨天在試做的時候就是 沒有混勻 蛤沒有混勻你還敢倒下去啊 不是 倒下去的時候有看到 落井下石 是 你火上加油 好大喔 泡會這麼難 我都可以下去泡澡了耶 好 然後這個麵糊你可以先旁邊 這樣糊 因為昨天倒的時候被人已經倒掉了 旁邊 旁邊會倒掉 抱起來 然後在中間 哇 這個你們警衛有幾個人輪 12個人輪班嗎 這個真的很多 這個整個大陸是可以下來領了吧 都不進 無合理 中南街的居民 中南街的居民啊 建議從中間一半開始 你現在就是越磨它一次 它就越消泡一次了 然後你看到這種顆粒有沒有 你就用指尖 對對對 用這個尖尖的地方 就吃這個也可以見你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碰我那個 井位大哥要吃了 上火180度 下火140度 我們先烤10到15分鐘 讓它表面上色的時候 我們再轉過來 上火關掉 留下火 然後再烤12分鐘 先確定一下 下關心用探針冒 是最中間啦 對中間中間 你有吃到底嗎 有啊有到底囉到底 用手碰 好它會回彈 我竟然把它按破了 我的 對 好 這是機會教育 機會教育 要用三指 不要用單指 自己把我的蛋糕 現在可以拍攝冰 可以啊可以啊 現在就是等到它冷卻 我們再來捲 沒有我只知道拍這個洞而已 哈哈哈哈 那其實我覺得 我昨天做的 練習的好像比較漂亮 今天反而它有一些氣泡 昨天我看到它的面 它的面是很平的 抹的沒有很好 可能現場有一些 閒雜人等等 我們在這邊影響它 那這個氣泡教官 好像有一些建議就是 對對對 就是我們在你第一次烤 烤進去之後 你會有一次換面的動作 對 這個時候蛋糕的表面 有這個 已經成型了 其實 那我就建議啦 我們就戳幾個洞 讓它有一些 氣體可以跑出來 大氣孔可以出來 那我現在要準備 來翻面 拿另外一張白報紙 對齊 然後這邊 給它折一下這樣子 撩好比較窄 好來準備喔 好 二手 但是我好像撕破了 甩超歪耶 沒事沒事 怎麼辦 你就先脫 先脫了吧 因為你今天烤的超空啊 規則是一公分 它至少有三公分 我們要往那邊捲 但它表皮破掉怎麼辦 沒事沒事 沒有你還要留一點縫給我 我要捲 留那個 擀麵棍的這個寬度 對對對 可以吧 這樣可以嗎 如果另外一面有破 或是教官的喔 考場他會準備那個奶油 算了這沒有人在意 好沒有人在意 對對對 我們就先 抹磨酒喔 我是要給我們社區的警衛大哥 警衛在值班的時候 不應該喝酒 哈哈 他們警衛大哥說那個 這邊有那個 大理石棒蛋糕 太厚實了 他的評語是這樣 我不知道到底是好吃還是不好吃 我今天 一定要讓他改觀 一口接一口 我等一下會從這邊開始捲啦 所以這邊我就把它塗厚一點 你都聽人家說你什麼時候要聽我說 有啦我都有聽啦 對對對 我跟你講你網友只要留言我都會聽 我也會照做 你叫我怎麼捲我就怎麼捲 畫個幾刀 淺淺的 讓它到時候折的時候比較好折 好這時候我們要準備一支 60公分好棒棒 等一下 好緊張喔 提起來然後壓一下 壓一下喔 它就是壓實一點這樣子 好然後 再往前 我們現在秉記凝繩 可以可以 還沒到 好然後直接 往裡面縮一下 縮一下 對 縮一下 讓它 那個風開口再往下這樣子 然後讓它縮一下 好緊張喔 旁邊 空隙超大的 天啊 靠杯 我沒縮好喔 但怎麼辦 還有得救嗎 那就去頭去尾巴 因為它側面一定會比較 沒那麼好看 沒那麼整齊 對 寶寶 寶寶 欸 這個有欸 這個中間完全沒有 那個空隙 中間可能 線也比較厚啦 像這個中間有洞的話 因為它有規定不能超過多大 所以我們就是用鮮奶油 稍微補一下這樣子 請教官幫我試吃點評一下 雖然外表不是那麼完美 因為我們重複捲了啦 就小心集中在某個區塊 就是我吃過大白做的蛋糕 最好吃的一次 我要流眼淚 真的好吃 是真的好吃 鮮奶油的味道剛剛說好 啊鮮奶油是我打的 對…教官 教官打的 這個皮非常的Q啊 看起來是蓬鬆好吃 嗯 好吃啦 欸真的吃整塊耶 第一次看到教官 嗯…除了那個泡芙那一次以外 除了就是這個捲的手法 我會多注意 還有抹瓶的那一個部分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有些更好的建議 歡迎隨時留言跟我說 請問大哥你會喜歡這個 這個是我們最後一道題了 那我就先預告一下 其實我們之後還會辦一個模擬考 希望這個模擬考 我們可以都很順利 驗士田園店每週四每週次更新 這個系列看 等我考上證照之後 再來看有沒有第二季 哈哈哈哈 表達是不是在錄出來 不是 沒考上表示要從頭來來一次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考上就 我就會想辦法給他考到過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可憐 有網路上有些人他是會 大概六分發就好了 讓他比較好 比較好辦 馬到成功 哈哈哈哈 誰敢 功成已舊 哈哈哈哈 金榜皮靈 救子&Merry 救子免允 好可憐 大白的那個大拇哥是可以彎的 哇他好彎喔 他好那個 你說他不直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他很彎耶 他很容易被搬彎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 你怎麼都會搬婚紗了 哈哈哈哈 幫他挽回 用現在講話就有感覺嗎 哈哈哈哈 出戰兔 婚紗婚紗婚師會夠好不好 婚紗啦 至少有幾件 嗨 快樂 嗚呼